現在開閘的時候,金刺獸都是縮在後面 還有一隻奇岸精靈都是在後面 前面快點的都是加了一個眼罩 重林麗英放,守著內南第二位是表表者 拍著外面第三位是答題輕武 外面第四位是一輩子 後一格馬威大熱門 那隻妙星膠跡暫時守著第五位二疊 內南方面是真仙子 暫時在後面四匹馬 盟邦皇后是尾四島 尾三後面是秋天仙姬附著內蕩 在後面是奇岸精靈 還有一匹金刺獸 距離前領馬匹大概是八個馬位 轉在一個彎的階段 前面是重林麗英佔先一個馬位 守著中間第二位是答題輕武 一個馬位,後面第三位是表表者 後一格的第四位,黃衫、黃帽、一輩子 內南是真仙子 外面是紅色衫、白帽 這匹是秒星膠跡 在後面那四匹馬分別都是淺藍色衫、 盟邦皇后 內南是秋天仙姬 甚麼以為只是奇岡精靈 暫時殿後的筆就是金刺獸 距離前領馬超過十個馬位開外 還有大約千四米的路程 前面帶頭的重林麗英佔一個馬位 守著第二位是答題輕武 內南第三位是表表者 兩個馬位後面 先是那隻真仙子 再厚一點是一輩子 會不會是中段踩上來的 再後一格是秒星膠跡 守著在後面 尾五島 尾四位是秋天仙姬 尾三位是變成蒙邦皇后 尾二是金刺獸 暫時殿後 黑衣、黑帽、奇我精靈 還有大約一千米段處去到終點 前面放順了 那隻重林麗英 放成差不多三個馬位佔先 守著第二位 依然都是答題輕武 內南方面第三位是寶信座 橙衣、橙帽、表表者 然後一輩子開始上去一點 內南方面是珍仙子 最後一格大葉滿 就是這匹的秒星膠跡 在後面的四匹馬路 分別見到秋天仙姬 外面是盟邦皇后 金刺獸開始上來 最後那匹暫時是奇我精靈 好了 彎會轉到一半階段 差不多進到最後的直路 前面是重林麗英 開邊 上來分別見到表表者 內南那隻是答題輕武 外面上來是大葉滿 妙星膠跡 中間打衝鋒還有一輩子 大外擋金刺獸也蠶食上來 最後二百位到 前面突圍二出 就是妙星膠跡 外面是金刺獸 在中間位置帶著鼻枯的筆 就是秋天仙姬 最後一百 秋天仙姬 突圍二出 外面金刺獸 入面就是妙星膠跡 過終點 今次贏了 跑第二名就是金刺獸 第三名才是大二門 那筆是妙星膠跡 第四名要影響 看看寶信定不定 表表者 還是一輩子 秋天仙姬 結果涉海華贏了 今屆的澳洲象樹大賽 跑第二名 今次獸 在外面都追得緊 追得第二 大門苗星膠跡 跑第三 莫德 高敏寧 又贏了一場 秋天仙姬 後來香港都6.1倍 只剩下 四台華 他都很聚 一走先 他不夠位 頒獎 澳洲象樹大賽 第六場賽事 完成時間 兩分三十一秒四九 頭馬人二馬零點八四馬位 二馬人三馬 零點六馬位 這場很正路 剛才說幾個小號碼 下一場就亂了